从香港来台定居四年 夫妻两人十号现身台东地检署 弃得暗铃提告恐吓罪 叫我们管委香港去 我相信在台湾有民主 有发迹的国家 他所说的非常有问题 提告对象就是台湾的 台东水利会处长许瑞贵 起火点原因就是两人住家旁的 水防道路工程 来到台东东唐街一带 道路正在进行施工工程 一百多位居民挂起抗议布条 因为县府在当地 竹起高墙要做防训用 原本的河堤道路未来将变成 继承道路通车 引起居民不满 工程警铃太平溪右岸 福星福奇四年前从香港移居台东 刚好就住在附近 他们也加入陈勤行列 10月21号看到建设处长 许瑞贵现身 当面陈勤 指控处长却呛他们滚回香港 陈勤案演变成恐吓告诉 香港福奇杠上建设处长 工程问题还没有讨论出共事 就先发生呛瞎争议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三立新闻王浩元 下报名台东采访报导 得并不错 并不错 感谢观看